HELLO 大家覺得這個妝怎樣看呢 你們喜不喜歡這個妝呢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 不過在我下妝的時候呢 就... 先遮蓋臉 不要嚇壞 是下不乾淨的 是下不乾淨的眼妝 長期下去呢 真的會變成真的黑眼圈 所以藉著這次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懶人最近的妝之外呢 都介紹幾樣我覺得蠻好用 還有容易下妝的產品給你們 最近的化妝呢 都是絕對不繁複 非常簡單 先用Cushion做了底妝 最近的頭髮呢 都染上深色一點 所以就找了一支比較深色一點的眉筆來畫眉 這個眉粉筆呢 其實可以畫完之後再brand開的 最近Deja Vu這支眼線液呢 已經成為了我的新寵了 因為呢 它的啡色很漂亮 其實我畫眼線一向都要用啡色的 認識我的人 或者之前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會知道 因為我喜歡畫得很幼 還有呢 啡色出來的感覺是會軟一點 自然很多的 它是連很幼的線都很容易畫到 還要防水防油之餘呢 用暖水來抹就已經很簡單可以畫到 之後呢 就到塗蜘蛛了 我都會用了Deja Vu這個Fiber Wake的蜘蛛 它出來的效果呢 是增長的睫毛效果 還有呢 它可以拉長你的眼睫毛 技巧呢 我自己就是會看下面 然後向上拉 就會有太陽花的效果 還有塗完之後呢 我覺得它是很輕很薄的 然後眼睫毛很長 好像自然延伸 塗一下眼睫毛呢 還有這個小個頭一點的 方便你可以整個這樣掃 出來呢 好像那些日本女生的眼睫毛 很根根分明的效果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太陽花 鏟開了的效果很漂亮的 而剛才也說到眼線液可以用暖水來卸妝 這兩個睫毛都一樣可以的 只要用40度左右的暖水在眼睫毛一會 它的纖維就會掉出來的 不會落不到妝 搞到紅毛眼色素沉澱 因為它的纖維一粒粒粒出來 其實都方便清潔的 回來的妝容就是我只會用一個很淺的啡色來做一個眼蓋 讓它凹凸一點 再用上胭脂液來做一個很自然的胭脂 最近看球是需要休息的 所以妝容上也比較簡單 唇膏顏色也是自然為主 這是一個最近經常用的唇色 最後就是一樣夏天很需要做的就是頂妝 那我就會用這些控油的頂妝粉來全面頂妝 特別是因為我用了胭脂液 所以就一定要頂妝 那妝容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在Facebook IG見 拜拜 那個是個在Facebook 我們很喜歡我 我們要怎麼這麼認真 一個當然我們 這次你就會不會 我們應該會不會